六月初 然後 寄放在這裡兩個月 當初寄放的是 我們是取卵一顆 成熟 受精就是成熟率100 受精力100 那時候胚胎是4A 昨天解凍到今天變成有點小碎片 就是有點 12點鐘方向就是應該是 8B 但是8A 8B 8C 不管就是染色體正常 我碰過6C懷孕正常的 這是你的子宮 就有點後勤 這個點跟這個最裡面的這個是 1.44公分 距離這個最裡面的地方 大概是在 1.5上下是最好 不會外孕也不會 就是 在看外面就不會懷孕 所以剛才我們用了 兩支黃金軟管才把它晃進去 還好我們那時候取卵的時候 已經有模擬考 有去探路了 所以就 循著當初的那個 壓嘴往上 三點鐘往 七點鐘方向走 那時候我們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放胚胎 所以可以大膽的這樣四來四去 所以 有紀錄可循 所以不會說 很茫然無知 那時候 拜託你的 乖寶寶要乖乖不要亂跑 就 就在眼地 而且要落地生根 而且要一天一天長大 你知道這點鐘嗎 乖乖 電腦壞掉 然後你的電腦就不會壞 對 所以我要你的小孩子 這是 他這個空格是給人家造劇的 我就寫一個寶寶乖乖 祝你 紅包啊 好運堂我昨天就送你了 希望這個能夠 不管是母子或母女 相逢或者是 相會都可以的 叫我母子重演 母子重 從什麼 重逢 母子團演 所說 又十一年 你說三月還五月 七月 七月的話應該是滿 十歲是十九 虛世台灣的話是五十歲 對 我非常 希望他成功懷孕 如果是的話 就創了一個 屬全力的紀錄 我可以去申請金氏紀錄 是你成功 希望你寶寶 拜託染色體正常 有沒有聽到 你講他比較 只要聽 小孩子要聽媽媽的話 對 你讓他說 乖乖不要亂跑 染色體要正常就好了 對 祝你一次成功 好 那這個看似你要回去放在神明廳 把它吃掉 唉 好的 不好意思 對 一樣一時來也是一時成功 好 好 祝福你了 這是我們目前 我們博恩副長個 自己軟質 你是最高 其他的你看到五十幾 五十七 五十三 那個都是最軟 對啊 上一個自己軟質 最高就是46 台北人姓審 我們先去進行 你應該不用了 很多消息 我已經無人了